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毕竟谁让她的父亲是香港的珠宝大亨陈崇伟呢 1972年陈慧琳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 在民间 女儿本就有富养一收 更何况她的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 陈慧琳出生的时候 父亲陈崇伟 在香港就已经开了多家的珠宝店了 当很多同龄的孩子挤在租来的房子 日常一边读书还要一边打工赚钱养家的时候 陈慧琳在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 在家人全方位的富养思维下 女儿的成长可谓是经历了层层蜕变 这种蜕变在很大程度上 也直接影响了陈慧琳 未来在演艺圈内的表现和态度 整个童年和青春期 她都在香港的玫瑰港小学部和中学部读书 这是香港有名气的私立学校 未来更好的出路就是走出国门去深造 中学毕业后的陈慧琳像很多有情人家的孩子那样去了美国 她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 选择好一点的学校 以及选择对口的专业 是非常有信心的 彼时的陈慧琳已经表现出了在演艺上的天赋 只是在父母的观念中 如果让女儿从事这样的工作 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顾虑的 彼时 陈慧琳还有着其他的梦想 随演艺之路并没有就此展开 那个时候的她似乎更愿意学设计 成绩再加上家里的优势 让陈慧琳很快就走进了帕森设计学院 这所设计学院在全球排名前三而在美国 她则是这个领域的当之无愧的老大 能够到如此知名的学府读书 对陈慧琳而言 想想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只不过对于此次女儿飘洋过海去读书 身边没有至亲之人 父母不免就会担心 而让陈慧琳意想不到的是 美国的读书之旅 让她在这里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 那年陈慧琳19岁 一个人去了美国 从语言和习惯上开始去适应美国的节奏 来到纽约不久 她不但迅速掌握了学习的节奏 而且也结识到了不少的新朋友 刘建浩就是在那期间逐渐的走进了她的生活和世界里的 最初两个人相识于一场很平常的聚会 在美国朋友之间的相互聚餐就是最好的社交方式 这里有熟人 而且也有熟人带来的各种生人 长了这么大 这还是陈慧琳第一次在国外走进这样的场所 在香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生活照顾得很严格 因此反倒没有什么自由 陈慧琳知道了这个男生叫刘建浩 还有一个名字叫利 因为年龄相仿 两个人聊天过程中并没有什么玻璃感 喜欢同一种食物 话题也在美食领域展开了 不过第一次的相识并没有在彼此的内心留下太深的印象 倒是对同一种食物的喜爱 有了继续深入下去交往的基础 渐渐的 从之前的几个朋友聚会变成两个人的相约 这份起始于纽约的爱情 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般轰轰烈烈 两个人甚至都没有一起去过帝国大厦 连陈慧琳后来都曾说过 他和男友的情愫更像是细水长流 在一起后 两个人经常会在傍晚或某个时段 光顾市里的一家餐馆 对他们来说 这家餐馆的扇贝太具有诱惑力了 为了能够让你有随时吃到橘扇贝 刘建浩决定自己动手 你做的 陈慧琳还是不太相信 快尝尝味道如何啊 他尝了一口 男朋友在一旁紧紧地盯着 陈慧琳的面容和表情 直到他的脸上没有显露出什么 刘建浩 悬着的心才渐渐地落下 这味道至少有九成像了 有一边吃着 一边高兴地说道 他只知道 刘建浩为了自己而第一次下厨 并不知道 做好这一道菜 被地里下了多少功夫 好吃的东西 总是能够让人心情愉悦 何况这还是男友亲自来做给他的 有了菊扇贝 陈慧琳的心 就更加的被牢牢拴住了 那个时候的他还没有踏入娱乐圈 两个人不但有时间琢磨美食 而且也不用担心私人空间被干涉 在纽约的初时 就成了两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所以陈慧琳也跟绝大多数的艺人不一样 当其他人为了事业拼尽全力的时候 陈慧琳在快到二十岁的年龄 根本没有去想这些 家里殷实的基础 不但能够保证他在外顺利求学 还能通过一些局扇贝顺利找到自己的爱情 直到他和刘建浩相识四年 陈慧琳才以偶然的方式出道了 那次偶然的机会 还是他从纽约回香港探亲 有广告公司看上了他的容貌 希望他能够拍摄两段广告 他原本就是学设计 而且长期沉浸在富人圈子 对于出境 他既不感到害怕和局促 也显得很自然 不过相比于其他的歌手或者演员 陈慧琳出道的时间并不是很早 那个时候他已经二十三岁了 而且他和男友刘建浩在一起 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 娱乐圈的规则是一个新人刚刚出道 尤其是女艺人刚刚出道 外界在当时普遍以为 娱乐圈这个大染缸 陈慧琳也一定不能够扛得住 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刘建浩的关系 或许会马上迎来转折 然而外界的这种想法 随着岁月的飞逝而一点点的在落空 当有些艺人在忙着跟各种人谈恋爱时 陈慧琳的身边 永远站得的就是刘建浩 彼时他甚至开过一个玩笑 因为父亲和家庭的缘故 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为了生计 而委身有钱人的身边 家境决定了一切 顺带着也为他考验了爱情 两个人不时还会去他们爱情的起始地 纽约 有一年的情人节 刘建浩还想为他准备一份惊喜 他们一起去纽约度假 其中少不了一道流程 就是去吃菊扇贝 回到家里 刘建浩一脸的神秘 陈慧琳不晓得他又给自己准备了什么 当房间打开的时候 一片花还呈现在他的眼前 红色的玫瑰花热烈的怒放着整整有214朵 陈慧琳看待了没有哪个女生能够逃脱这份浪漫 此刻距离两人的相恋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12年对于很多的艺人来说 男女朋友甚至是婚姻都不知道换了多少 但他们两个人永远是心意相通 36岁演唱会的现场有多达2万多名的粉丝 那一次刘建浩也在现场 陈慧琳向观众介绍着自己的男友 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在现场向歌迷们宣布自己将要结婚了 此时 公主和他的王子已经走过了16年的风风雨雨 现场的粉丝和歌迷们都为之动容 甚至落泪 人们都不敢相信 经历了那么多之后 他的爱情还能保鲜的状态 以保鲜的状态迎来美好的结局 孩子渐渐长大后 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平衡家庭与事业 又成了横更在陈慧琳面前的新选择 所幸丈夫是他最好的盾牌 有演出的时候 刘建浩总仍在家里 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如今的陈慧琳 专业已经到了直天命军年 当年的爱情长跑 也变成了现在亲情的加持 他的后半生应该和前半生是一样周卧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继续 然后再来一次 继续 继续 继续